文章就指近日新西兰的安全情报局发布的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年度的报告 其中有多处都在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指责抹黑 称中国在新西兰依旧是一个复杂的情报隐患 声称中国正在进行的外国干涉活动既复杂又具有欺骗性 并且公然对广大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进行的抹黑 报告在发布之后 陆续有中国再新侨胞也遭到了所谓新方情报人员的滋扰恐吓 文章当中就强调了所谓的中国情报威胁 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 也反映出了新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 违背了两国达成的合作共识 自扰恐吓再新侨胞性质恶劣 对再新侨胞极不公平也绝对不可接受